100多公尺长的红色桥身 搭配排湾族传统的摆布蛇与太阳图纹 台东县金峰箱鲁拉克斯吊桥 于9月7号完工后 19号下午 圆明会主委一降法路额 会同金峰箱长宋贤一 立法委员刘兆豪 及金峰箱代表会主席张秋名等人 一同献地访试 鲁拉克斯吊桥的完工 不仅解决当地族人交通问题 也为地方带来产业发展的契机 这个桥还没有兴建很多钱 部落的族人都是涉水 涉水而过 但是碰到了灾害 比如像台风 那个洪水会下来 那就没有办法去做农业的 这方面的一个耕作 鲁拉克斯吊桥是 基本上它是一个观光休闲的一个吊桥 那它是连结这个金峰温泉 跟Ruckus这边的一个吊桥 那未来它整个农产品的行销 真的非常有利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这个车型吊桥 以后通了以后 会吸纳我们金峰温泉的客人 也会吸纳来这边看这个 原住民文化的原住民产业的 旅行产业的这个朋友们 为改善原商地区交通 原民会自103年起 办理为期四年的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 耗时一年多时间 次之4117万多元打造的鲁拉克斯吊桥 也获得来自原民会 3700多万元的经费补助 预计今年年底完成通车 那因为原来的吊桥 在八八水下的时候已经受损了 所以我们去年特别补助 将近3700多万的费用来做 我刚刚听乡长的这个说明里面 大概最慢 今年底的元旦就要开始启用 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往这个多良村的 就是过了吊桥以后 我们的这个道路需要还要在我们再改善 这个部分泰马里乡公所 已经给我们做这个公文了 那我们应该在近期就会核定 大概将近1000万的这个工程款 改善他们的路面跟那个路宽 全长106公尺 宽2.72公尺 鲁拉克斯吊桥将可连接到 金伦温泉区 形成环状的部落观光旅游网 不只为当地族人带来生活上的便利 也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金峰乡长也表示 未来会针对桥梁照明设备 以及人车通行方式在做规划 强化民众在使用上的安全 记者总统台东金峰采访报导 您的顾问 您项目 感谢观看